人家当头我是颜言 最高超我是加玛 是我们再看一下中华圈的新闻 中华圈的新闻呢 最近呢习近平在周三的时候 昨天的时候已经抵达了华盛顿 参加在两年一度在华盛顿 或美国首都举行的这种核安全峰会 那么这个核安全峰会是在什么背景下举行的呢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 是在朝鲜的这种核条性 还有伊朗的这种导弹的试射的这种背景下 来开展或者是召开的这一次核峰会 是的 那么在这次这个核峰会上面的 这个奥巴马呢 有两个会谈是受到媒体关注的 一个会谈呢 是跟那个韩国总统和日本首相 这个安培晋三的一个这个会谈 另外一个会谈呢 是跟这个中国主席习近平的一个会谈 那两个会谈是安排在同一天 一个是在上午 一个是在下午 实际上呢 这个今天这个会谈的一些消息 都已经是公布出来了 那么这个习近平呢 和这个奥巴马呢 已经是经过了这一轮的这个会谈 外界一直以为就是说 习近平当然这个这个 他的这个由头是这个核峰会 对吧 那么认为就是习近平这次跟奥巴马的会谈 主要会聚焦在这个韩 这个朝鲜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个问题上面 但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 不只局限在这个朝鲜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个问题上面 他们所涉及的关系是方方面面的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你看中国的这一次 他除了习近平之外呢 他还有他的这个办公室政策研究室主任 他也有他的这个办公厅的主任 还有这个国务委员 这些这个杨洁杨洁号啊是吧 杨洁池 杨洁池他原来就是做外交部长的 所以他一直都是跟这个美中关系的 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一个一个什么 一个幕僚啊一个幕僚 那么他们这次的这个会面呢 除了这个核武的这个问题之外呢 他肯定还会谈到中美之间很多方面的关系 比如说呃呃这两个国家 他是一个是不是一个竞争的战略和合作伙伴的 这么一种关系 那么这种关系怎么怎么个处理 因为美中之间有很多的矛盾 那产生了这种矛盾的时候啊 怎么样去处理呃这种危机啊 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这种危机 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说呃底下的人哈 或者是底下的这个军军军事这个力量军事设施 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小的这摩擦 那当摩擦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来应对 怎么样子来去去平衡他呃 还有这美国还经常就是批评到中国的一些人权的问题啊 这个民主的这些问题啊 那这些问题属于意识形态上面的这个呃差异 那意识形态的差异又怎么样子去应对呢 呃还有还有还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呃那个网络安全的问题 对吧呃这是大家都在使用了互联网了 这个互联网呢呃你攻击我我攻击你 两边似乎都有这个骇客啊 呃骇客相互的这个攻击 但是呢呃骇客在底下攻击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呃作战啊 对吧就是没有没有情面好讲的 呃但是到了上面呢 这个主席跟总统坐在一块的时候呢 就没法作战了 是应该画一幅漫画 这幅漫画是我们在谈判桌上是和颜月色的 但在谈判桌底下是冰封相间的 对呃这个漫画还挺逗趣的 嗯自己想象的不过 但是呃事实事实似乎也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呃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外交政策 还有他们两个国家的这种互相的态度 以及未来的这种磨合和合作或者是说发展都决定了 整个世界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呃所以两个国家的这种外交是极其重要的 所以现在预计哈有一些评论人啊 就中国的这些评论人 会预计一下呃说呃这次的习澳会呢 这是2016年开年以来第一次呢习澳会 那么这次习澳会主要在习近平这方面中国这方面主要是倡导和平 合作呃共享这些理念 那么美国这方面提倡的理念就是呃要提出中国的一些敏感话题 包括人权 包括我们的网络安全问题 呃你也包括你你在这个伊朗 还有朝鲜的这个问题上中国的这个态度 还有南中国海问题上不应该以大国来施压其他小国等等的一些尖锐的问题 相信美国这次也会提出来 呃所以明显可以看到中国和美国在这次习澳会当中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呃而且你刚才讲到就是这2016年开年以来 这是习近平和奥巴马的第一次会见啊 呃但是呢呃总体来讲这也是第八次会见了 呃就是从奥巴马上台以来 习近平习近平上来以来 这是第八次第八次会见了 呃呃我所谓的第八次可能还不止八次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呃不是我是说 因为这个八次要从这个习近平和奥巴马同时都上台了 都作为总统 因为奥巴马比习近平更早作为做总统对吧 就是所以这这几年来就是八次了 那么接下来其实可能还有机会 但是也不太多了 因为奥巴马就是快届满了 对 那奥巴马届满了以后 下一位总统目前来讲还不知道是谁 如果是川普呢 这习近平可能脑袋就大了 因为因为川普的这个这个政策 呃其实不不不不只是川普 包括克拉里希拉里在内啊 这两个人都在强调就是说 要对中国采取非常强硬的这个政策 相信如果这两个人 嗯 中国更愿意哪一个人上台呢 我相信是川普 是吗 嗯 呃这个这个有有一定的可能性 因为川普是喜欢离谱的人 哈哈哈哈 一直川普他考虑问题 但是呃 也许他没有国际政治头脑 只要有钱就行了 中国拿钱就把它给摆平了 对吧 另外一方面他曾经 我们在节目上也提过川普 对于六四事件的这种看法 认为哪一方是 干得好 就是中国人干得好 就是这个中共干得好 对吧 但是川普这这这样子的政策 这是一个方面啊 呃也就是说呃呃 习近平他要要逐渐的要适应 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局的这种变化 那么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啊 就是他下一任的他的政策 他未必就跟前一任的政策是一样的啊 这个是习近平要面对的呃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些问题啊 我举举例来讲啊 呃就说呃 中国人现在喜欢用一个字叫做新常态 就是把什么东西形容就是新常态 为什么你到了新常态呃就呃 这个词那么好用呢 好是因为就是什么叫新呢 就是new嘛 对吧 就是新出现的 为什么叫常态呢 就是说这个没什么没没什么好奇怪的 没什么好好好什么好好大惊小怪的 好好好惊讶的 你应该接受这件事 就这是一件新的东西 但是是应该你接应该接受的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新常态的用法就是这个意思 嗯 这个相反呃 还是在在这个华文或者是说这个中文领域的这个造诣还蛮高的 对 我就我就说呃在在这个方面呢呃 习近平要接受许多的这种考验啊 其实美国人啊 美国人就是呃 当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啊 美国人就有一个机会 嗯 叫做什么呢 就是近距离观察习近平的一举一动 哦 哈哈哈哈 对 这是甚至包括他的一个笑笑容 嘴角上的一点抽抽 或者说这个呃呃 这个肢体语言啊 等等呢 都是这个美国人研究的这个这个具体的内容 就为什么呃 你知道最近这个呃习近平也面对一些的压力啊 出现两封信啊 第一封信就是由无界这个传媒啊 呃 那边发表的这个给一位忠诚共产党员给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公开信啊 就在习近平没到美国之前还在捷克访问期间啊 在这个明镜网啊 就是美国的这个明镜网又出现第二封信 就是一百七十一位这个这个党员就是要求习近平 就是辞去这个呃职务的这个一一封信啊 一封信 所以这两封信都在谈的同样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就是把习近平的一些啊 这个呃所谓他们认为的一些错误吧 就给他都都提出来 而且因为这件事呢 人家连续的又发生了很多事情 包括这个什么长平啊 呃他的家人被被被扣钱 呃还有一些人就是突然失踪了 这个是假假侠 假侠是假靴 呃假侠 他就叫假侠也也就是呃突然失联了 呃这倒是回香港啊 呃那这这些事情都一再的就是呃呃 发现到就是说中国内部呃 就是他有一些的这个势力 就是对习近平造成了 构成了一些的这个威胁 所以呢在这种这个大环境下面 然后习近平又这次又又千里迢迢又跑到美国去参加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峰会 然后奥巴马又要准备走 所以给一个机会 给奥巴马去近距离去观察这个呃呃 观察这个习近平 而且呢就是习近平现在其实其他的这个方面呢呃他呃可能能够应对啊 但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就对他来讲应该是一个棘手的是就是南海的问题 嗯嗯呃呃南中国海的问题 啊南中国海的问题呢呃呃现在其实中方还是一直表态哈 就是呃南中国海的问题美国呢要保持一个呃独立的立场 不应该倾向任何一方 那么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就是取悦大家与共同的一种呃造就 或者一种努力和分享呃但是呃这样子的一个呃事情其实确实 我们现在的一个就是国际政治的一个应该是漩涡 其实就在南中国海了 呃呃如果说我们世界和平的话那也就和平了 南中国海是和平的 是如果世界要要出发生一些战争的话呢也许首先就是在南中国海 是也也许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呃这个区域是很重要的 因为因为美国美国在声明他说我我在南中国海并没有主权的要求啊 但是南中国海有好几个国家都有这个主权的这个要求 那我们知道就有主权要求国家就包括了越南了呃菲律宾了呃这个什么呃马来西亚啊 文莱啊等等这些国家有这个主权要求 那么呃中国就说了你既然没有主权要求你就给我走开点走远一点就让我来摆平这这这里面的这个事情 可是美国人不是这么想的美国人他觉得呃你你不能因为你是一个大国 你中国你也是个大国然后你都照来你就说呃我美国我走开了那这些小兄弟们你就爱怎么搁置就怎么搁置爱怎么摆平就怎么摆平啊 这个不行你要按照这个国际法或者什么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一些的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呃中国人他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然后美国人心里面想的是什么然后这些小国呃各自心里面又想的是什么 所以所以你可以发现的而且小国现在呃就不行我我开始我就抱团了啊对吧 所以美国人呢就不停的在这个南海啊就冲来冲去的 那为什么在冲来冲去呢就是他挑战你你说你要你的主权你的主权在什么范围里面 所以呃你看啊就是如果是呃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或者是马来西亚 如果你走到某些岛礁附近的时候你就听到大喇叭喊了哎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领海 让你们快快赶快离开不然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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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喇叭能传那么远吗 其实可以的 还有无线电吗 还有无线电 而这无线电就是他拨出去的话你就自然你就可以收到的 从飞机上或者是船上都能收到 所以就但是他也知道当美国船过来的时候你这么喊是无效的 那美洲人还一边跳舞一边跟你这个 里面放的其实音乐 大家是比较 对所以所以就是他美国人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去做一些是呃 就是试你是你看你到底要要要要怎么弄我这么过了 但如果你采取了呃强烈的这种呃军事行动的话呢 那可能这个美国人就会以这个作为一个借口哈 就说你你你你违背了你的这个承诺 说这个地方是不要军事化你要把它军事化 你要你要就是强制性的施展你的这个主权呃要求等等的 所以呢这中国呃习近平这一次在美国的这个访问确实也不简单 对嗯所以呃大国之间为了不产生战争最好的方式就是多沟通多交流